他算什么东西 法族借法国人多的是 他算老几啊 马龙就是看准老板不在 这才吓唬吓唬 咱们怕谁啊 老板 只要您一句话 什么马龙不马龙的 我叫他不马也不龙 顶多是条死猪 别胡来啊 马龙好歹也是寻步旁的总监 那老虎的椅子能随便踩吗 老板的意思是说 要想踩老虎椅子 得有个踩法 金总 不要老老板的意思 老板的意思 您有什么高见 赐教赐教 那老板还没 还没讲话呢 好了好了好了 列治啊 下边该怎么办 你说说 这老虎的椅子当然能踩 一要踩得快 二要踩得很 关键是三 要走得快 马龙背后还有法族界政府 马龙只是狐家虎威 匆匆找牙打手 吓唬吓唬咱们 如果成了呢 他就得寸禁止 说不定 还他回去邀功了 对 依我看 先杀上他的锐气 他跟咱们说 加10% 咱们就跟他说 加个屁 哥的意思是 由他去装胸半黑脸 我去打原厂 还他个5%就是了 这话没错 这话没错 你们好好干 别给我丢脸 我得让他们知道 得寸容易 尽齿难 马德安又怎么样 虽然他是公务局局长 那还不是跟着法国人屁股后边转吗 法国人就这样 你越顺着他 他越瞧不起你 好 你们好好合作 爸 什么竞技大事啊 这么凝重 玫瑰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到这儿来找我 要事先通报一声 爸 又不是公主要见皇上 干嘛通报啊 你 你看 我这是巴黎来的新裙子 这两顶帽子 你觉得哪顶合适啊 劣芝 你带玫瑰到你办公室 你帮他参谋参谋 劣芝 走吧 给个意见吧 什么 红有红的好 粉有粉的好 你这话说的等于白说啊 那你带了也不是白带啊 沈劣芝 你少抬杠啊 抬杠要费力气 我才不能 如果我是依依 你咋知道哪天好看了 依依喜欢红的就是红的好 她喜欢粉的就是粉的好 好 我不要红的 也不要粉的 我两个 都不要 怎么啦 我犯禁 上门让人受气 李芝 你都说什么了你 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知道 没鬼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肯定是她的错 她什么都没说 你也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错呀 错 肯定是她的错啊 玫瑰 你怎么就长不大呢 我走了 我走了 玫瑰 你去哪儿啊 去幼稚园 你不是我长不大吗 你 我这个女儿 没娘管 年轻嘛 都这脾气 织女莫如妇 我知道 玫瑰啊 她生谁的气 就是对谁好 这帽子不是挺好看的吗 说不戴就不戴了 哪儿好看哪儿好看了 拿回来干嘛 哎 我说你呀 对女孩子 你耐心一点好不好 你就跟她说 好看好看多夸两句 你把她夸晕了 她不就戴了吗 我可没你这么有心思 我说啊 你还是把帽子 给她送过去吧 我不去 要去你去吧 也不是我招了她 她也没生我的气 我给她送什么呀 哎 我说 我觉得玫瑰啊 是喜欢你 别胡说 她知道我跟依依好 玫瑰有哪一点 比不上依依的 不必比 也没得比 嗨 哎 劣志 沈先生 您喝茶 哎 哎 你们家小姐到底出不出来了 小姐说那您再等一会儿 再等一会儿 这 这都两杯茶了 还再等一会儿 她不是个女孩吗 好好好 您别嫌我多嘴 您找我们家小姐 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呀 明天过生日 想请你们家小姐 去与我的派 派 那叫生日派对 对对对 派对 生日派对 您过生日的时候 得往那蛋糕上 插多少根蜡烛啊 少量啊 想探听我年龄的秘密 您都三十多了 您没秘密了 谁说我三十多岁 我说错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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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小姐来了 你稍等 怎么 就你一个人 还有谁啊 你们不是打死不离亲兄弟吗 这米饭吃多了 也逆人 别替他了 找我什么事啊 我是来给你送帽子来了 扔了吧 难看死了 别扔啊 别扔啊 这烈芝可说了 就是红色的 最好看 真的吗 真的 骗你是小狗 你还小狗呢 明天有空吗 干吗 这个 霞飞路啊 新开了一家红房子餐厅 不知道明天 肯不肯赏光啊 就你和我 当然了 还有 烈芝 他是来赔罪的吗 是我要他赔罪 这也差不多 你看这红帽子 是不是很好看啊 好看 当然好看了 太漂亮了 沈先生 有什么事啊您 你帮我给 巡捕房子马龙 打个电话 就说我后天的晚上 请他吃饭 今天晚上已经约好了 今天晚上 不会吧 我今天晚上没时间啊 再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清楚呢 这是沈先生约的呀 我没约 我的意思是 另外一个沈先生 烈芝 他 他怎么没告诉我一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好了好了 你出去吧 哥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 哥什么哥啊 你还拿不拿我 当你哥哥了 怎么了呀 生那么大气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我没空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没空 可是 要见马龙 走你自己去见 反正摸老虎壁虎 你不过想 这时间是马龙月的呀 你就不能通知我一声吗 这么小的事 你 小事大事 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你非叫你没办法 列芝我告诉你啊 你别觉得老板夸你几句 你就怪不错的 你了不起啊你 我怎么了不对了 列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是你哥哥 你是我弟弟 你得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哥哥 我哪不给你们留面子了 你说 你 你在老板面前你少说几句 哥 赵生师这老狐狸 你别中了他的圈套 他在你面前说我好对不对 他在背后少说我坏话了 说话这么大事 你不怕哥枪有耳 我管的 哥 别被这老狐狸 伤了我们兄弟之间感情 行不行 好好好 以后有什么事 你多跟我商量商量 行行行 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我不去了 你跟马龙唱戏吧 我还有别的事 可 什么这事啊 什么赵世荣 不给我面子 马龙先生 您有话好好说 人家马德安请客 他爽嫁不来 咱们分红利的事情 他派一个小别三来传话 谁是小别三啊 是沈列支呗 什么沈列支 就是别三 他还告诉我 后天要请我吃饭 我偏要今天 谁是爷谁是孙 他也不打听打听 沈列支可不是好惹他 我是马龙 我怕沈 白晨 你别以为 你和沈列支是哥们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他 我是我 别搞混了 光拿嘴巴说 能证明什么 给我打 他赵世荣 在我们猪戒里 不是有跳舞场 什么总会 还有 饺子翘机 全都给我打 让他吃不了兜子走 打完了再谈判 哎呀好吃死了 多吃点啊爸 真香了好女儿 下菜再给你做 哎 白晨 来的正好 快来一块吃点 哎呀老姚不饿 怎么了 不爱吃我做的饭了 哎呀怎么会呀 我有事儿 哎 这命得卖 该吃也得吃 该歇也得歇 啊 爸说得对 法国人啊 最重是午餐 得吃两个小时呢 我又不是法国人 争取 你们都在为法国人卖命吗 嗯 灵灵 我这阵子忙 也没来看你 还好吗 你忙你的 大探长 早知道啊 我就不当这老实子探长喽 怎么了 出事了吧 马龙要把我往他设的陷阱里推 我跟沈列芝啊 早晚反目为仇 你怕吗 啊 我不怕 怕的就不是白晨了 嗯 你干你的 列芝干他的 要不他起案 要不你同流 就是这么简单 话是这么说呀 可是他 你这个人啊 就是这个样子 富人之人 哎 你好像说的 你就不是富人的 都怪你 把我生成是女的 我要是个男的 肯定是个大探长 不不不 是大总监 咱们俩呀 都得听他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吃你的 嗯 好吃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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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 我 请我 巡礼搜查 你欠什么查呀 前两天不是都查过了吗 前两天是前两天 还得查 快 哎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说什么好了 你 怎么了 你 哥 你们俩谁是当事人 我 据汇报 你们这儿有几个外省人 没有领执照 哎 那不是说了吗 十天之内补万好 没听说过 白晨 白晨探长 好 白晨探长 不错 我们这儿确实有人没有领执照 有多少个 十三个 拿下 哎 慢点 给个面子 有话好好说 对不起 没带面子 吓唬给你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是谁 他们都是我们总会的人 要让你们抓走了 外面的人会怎么说 天晓的 我不管 好啊 那你抓我吧 李志 你逞什么英雄 没办法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就怎么回事 李志 你只要把十三个人交出来 许木方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谢谢你的好意 可我是他们的头 我不护他们 谁护他们 头什么头 你哥不是在这儿吗 我哥是我哥 这我说了算 李志 没事 哥 这么小的事别跟老板说 走吧 我跟你走 走 好了好了 没事了 玩吧玩吧 玩吧啊 继续玩 来来来来 停下来来 上去 何必呢 白探长 你抓了我 还不是这样话 别跟我废话 好 来 来 探长 来 抽一口 还不是条狗呀 你说谁呀 还有谁 我要是条狗 那你是什么 这法国人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有意思呢 我不当这狗 有别人要当了 可是现在我当了 就只要坏人 不要好人 谁是坏人 谁是好人 你敢说你从来不会看错呀 有时候我也会看错 我一直把你当成好人 可是现在有点怀疑 我不够替别人卖力气 没想这么快 我何尝不是 你以为我就爱跟马龙打交道 他跟赵士忠的利益谈不一 就把我当成工具 给赵士忠找麻烦 你以为我不知道 给别人当工具的 这不光是你 等有一天 我有了能力 我一定给马龙好看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 咱们中国人 不会白白让人家欺负 我也这么想 就等着洋北土军的那一天 可人家现在 就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咱们现在只能见机行使 一会儿到了巡捕房 赵士忠肯定会给马龙打电话 马龙吃口的人 表示肯定给你放心的 我呀 就是不让他猴过 我是赵世龙先生的律师 律师 律师就不是人啊 你神奇什么 我必须向你声明 根据租借法律 我当事人审理之前 放人是吧 你说放就放啊 省省 沈先生 咱们不会 别记忆啊 不会 不会 别忘了马上约会啊 哪能啊 我还要先发酒三杯 我们喝的都是红高粱三杯下去 你不就犯了 谁犯谁不犯还说不定 马龙先生 别啰嗦 没有你这 可他明明触犯了法律 可是法律都是有弹性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 命令是你下的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没事没事 起来 不好意思 打烧了 不能走 你们这儿到底是总监说了算呀 还是探察说了算呀 当然是总监 甭管谁说了算 我说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白晨 这是寻谱房 我让你来去 白晨你 白晨你 马龙先生 所有的寻谱全在这儿 你得立个保护 他要是一走 寻谱们还有什么士气可以 你说 你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说想下什么命令 就下什么命令 全都听你 要是交出外省人 就可以合了吧 人呢 在外边呢 把他们叫进来 怎么样 成了 统统给我拿下 带走 这都算什么官 我们 敬老 成吧 好 没事了 就等着 打扰打扰 沈雷芝 我看 我什么时候能抓住 我等你 能带就带 一定 总监 你 白晨 你怎么总违背上级的命令 你啰嗦什么 我也没犯法 当然会跳 当然会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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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 下一步马龙要支持白晨给咱们添麻烦了 那个白晨就是不知好歹 可他倒是个人物 那把他拢过来 那小子太难查了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以前是 不过我们万事得小心啊 马龙这会儿是输了 但他必有后背 不过要说下棋 还是咱中国人更厉害 老板 那你就不怕惹怒法国人 上海滩上又不只有法租借 公共租借多了 难道法国人就不怕我投靠英国人吗 来 杜邦先生 马俱长 来了怎么不通知医生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忙吧 这位先生是 我介绍一下 这是杜邦先生 法国领事的职子 刚到不见 哦 师敬 师敬 什么先生 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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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不灵通 不灵通 你们有懂法语吗 我们这儿 有懂法语的 很多啊 我不懂 不行 你得学 什么 你说 什么我听不懂 不不不 杜邦先生 说笑 说笑 杜邦先生 你的国语不好 也要学啊 什么 别别别 别这样 别这样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好 行行行行 师姐 有什么需要的 找我 行行行 来 没事没事 走走走 来 喝点 我去方便一下啊 坐下吧 坐下吧 漂亮 你是本地的小姐吗 请你放中空点 我就喜欢你爸妈 不 不 不 出什么事了 先生 干嘛 你没事了 可以走了 不能走 杜邦先生 走 杜邦先生 这是游乐场 游乐场又怎么了 这还不是酒吧 你 怎么了 别别别别别 杜邦先生 杜邦先生 杜和良 走走走走走 我看 杜邦先生是来错地方了 你怎么 别别别 你说什么 是你的 杜邦先生 别 干什么 杜邦先生 别动别动别动 你 你闯不过了 他 他是法国领事的侄子 你 老板 老板 你要为我做个账 这都是他自己搞的 什么呀 谁让你给他闹别扭的 我 行 赶快去找医生 赶快去找医生 去 杜邦先生 杜邦先生 别着急 别着急 看来他不会善罢甘休啊 对不起啊 老板 没事 兵来劲的 回去吧 你怎么会跟他搞一块呢 还说呢 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我总不能老跟着你吧 好好好 都是我不对 都是我不对 就你行 好了好了 少吵两句 有我在 出不了大乱的 不安老板 不安老板 天此良机 赵世荣啊 赵世荣 这回我和你吃不了 兜着走 荔枝 荔枝 什么 还生我气啊 哪敢啊 哎 有老板撑腰 还怕法国鬼子干什么呀 小子 哎 我呀 坏事变好事 这回 飞阵上海探了 哥快走 站住 哎 干什么啊 快走 快 站住 快追 快 快 快 啊 快快 带着我开枪了 站住 是沈联文吧 现在 通告你伤害法国人杜芳先生 带走 干什么 你们误会了吧 带走快 误会了吧 跟我说 白晨 你跟我说白晨 白晨 你 老板 列植啊 别慌 这都在我预料之内 哥在他们手上 会不会 相装武剑意在配工 他们是要整我 老板 一定要救哥 我知道 可极有什么用啊 我们要按部就班的来 那 现在该怎么办呢 法国人是要跟我下棋呀 既然要下棋 我们就把棋盘打开 棋下过了 他们就会知道 我赵世荣可不是马德安 没我 租借这盘棋 他就失色多了 抓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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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哎 你们你们这干什么 走 哎 列植啊 法租界有明文规定 伤害时果人员及其家属 要有租界定罪 华界不得干涉 列文凶多吉少 老板 不要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犯罪有犯罪的制法 租界可以有权不失啊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权不失吗 老板爷快说 法国领事他是贪于敛财呀 这几年在这方面他没少挣钱 钱一多就成了账 哪个账本就锁在使馆的保险箱里 这东西见不得光 成了丑闻便多方有难 也就是说 如果账本到手 就万事大解了是吗 不错 可是使馆内戒备森严 一般人进不去啊 进不去得进 老板 我去 列植啊 我知道你身手了得 可是你一个人 那使馆天罗地网 你插翅难飞啊 飞不过也得飞啊 一个人不行 两个人此事变成 有谁有这样的本事 你的朋友 白晨 他是巡谱 使馆对他疏于防范 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你打死他也不会去的 我打赌他会的 原因很简单 他妈在我的手上 什么 你是抓了白阿姨 不是抓 我是请他到我这儿来做客 试一诚 人放走 不就完了吗 老板 你别伤害白阿姨啊 我没有伤害白阿姨 这就要看 白晨是不是心疼他娘 不行 不行 救了哥 伤了白阿姨 我做不到 列植啊 目前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可是釜底抽薪之策 救了你哥 放走白晨他妈 岂不结大欢喜吗 还在哪儿 这个你别管 干你该干的 妈 妈 我回来了 行炸他 我妈在哪儿 这 行行行 找你妈怎么长得七成天了 装什么 走 这算什么 我这儿客人多的是 谁都可以把他带走 我妈到底在哪儿 白晨 你思念追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 有话说清楚 走了 走 这是赵熊社的圈套 白晨你不要冲动 你冲动能救白阿姨吗 那你就该先做他的妻子吗 妻子就妻子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拒绝跟你合作 那你告诉我 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妈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赵熊会告诉我 都是你惹的 行 等救了白阿姨 我认你打认你杀 要是打你管用 我得早打 来 白晨 哎呀 吃饭呢 我吃不下 白晨 白阿姨会没事的 谁都会说 账卜一天不到手 白阿姨就会没事的 嗯 说不定啊 还在那儿吃山城海味的 可是到手了 妈就有危险了 所以 你就要跟沈夜之合作 但是又不能让他亲的 拿走账本 我看见姓沈的 也是逼不得已 你呀 就是亲信人家 万一她变了 一个搞不好 赔了白阿姨怎么办 那她毕竟是 姓沈的干儿子呀 哎 玲玲说得对 这个人信不得 白晨 你看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你呀 就好好的待在家 等我的好消息 白晨 来一个儿 接见本 爸 别 放松点儿嘛 来来来 哎 吃饭吃饭菜都凉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嗯嗯 好 干爹 列文出事了 没什么 没什么 他可是你哥呀 我正在想办法 这法国人 就会欺负咱们中国人 哎 你说 我们要不要 硬闯巡捕房 干爹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列文 我就知道他会闯户 现在不闯也闯户 那你说 这究竟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嘛 哎呀干爹别着急没事的 等我消息啊 你哥怎么样了 还被押在巡捕房 看不到他 我早跟你们说过嘛 不要去招惹那个姓赵的 依依 现在好像 不是教训的时候吧 对不起荔枝 我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 可我只有一个哥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要不 我不去陪颜娜了 跟我随便走走吧 现在我出了哥 只有你吧 没有事的 列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来 赶紧 站住 好 执行公务 好 站住 干什么呢 寻谱 这里是禁区不许走动 哦 铁匙你看 大门在这儿 你进去以后右转 要翻过这座墙 墙上有电网 要小心 密室就在这个位置 上面有很多的警铃 我们一定要更小心 嗯 保险会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我想他会很坚硬 会有难度 巡逻的警卫 没几分剩野皮 嗯 不清楚 我想我们大概有十分钟就能弄到 来 赶快吃饭 快快吃啊 快吃啊 你又活不了 你又活不了就见不着你儿子了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说了你也不知道 我们家没有基本钱 谁稀合你们家的钱 那你们是让我儿子做事了 你还知道啊 我儿子顶天立地 是不会做坏事的 让他来救你 那能算是坏事吗 有比吗 比 比 要比干什么 干什么不用你管 我就要比 你 这 陈舅 我们是巡途 老板 同事 我们是执行任务 走 走 你在哪裡 在哪里 坐 往哪里 我我 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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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